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5日 今天看到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红文 这篇文章非常令人可笑 也就是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世界 这是一篇典型的马屁文章 厚着脸皮催牛皮 在大变局中书写外交篇章 你说中共这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你想中共现在目前在国际舞台上 那是四处树敌 可以这样讲吗 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朋友 除了伊朗 半个俄罗斯 大半个古巴 整个的北韩 你说在哪个国家 和中共有点交情 交往 但是他却讲什么 讲习近平这个大国特色 大国应当是和左邻右舍都搞好关系 朋友越来越多 现在这个大国自我吹嘘 反倒是朋友越来越少 敌人越来越多 你看连立陶宛都和中共都翻脸了 是不是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下一步立陶宛搞不好就和台湾建交了 搞不好他带动这个瑞典瑞士 欧洲啊 开始纷纷的 这个倒向了这个台湾了 就台湾现在这个外交空间拓展了 就是因为习近平的低能 这个狂妄啊 这个 这个中共这个新华社 我看就是故意给习近平上演要 这个 习近平这个外交明明是搞得最差的一届政府 你看这个中共自从建政以来 即使毛泽东的时代也不会像习近平这个当政下 这个外交部完全是一个战狼外交到处咬啊 你看这个秦冈刚刚是给美国释放了一点点温和的信号 我看有的媒体讲是 是因为这个 外交部内部有分歧 其实不是的 是这个中共的两面的手法在国内 故意的就是搞得强硬给老百姓看 欺骗国内老百姓 包括了新华社主要是给自己国内老百姓看的 不愿丢面子啊 想激发这个愚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以便将来一旦开展这个冷战的时候或者热战啊 好保住政权呢 他都是为了这个考虑 那对外在美国呢 派个大使过去啊 跑一跑再 在这个讲一讲什么可爱的形象啊 等等啊 这个就是两面手法吧 一手硬一手远 这个的充分表现了这个共产党啊 尤其是习近平这些政府这种性格啊 这种思想性格 这外交的风格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色力内任啊 这个刚愎之用 好大戏功啊 这个两张皮啊 这个嘴脸显示尽险无疑啊 明明是应该招致了这么如此的孤立啊 却来个大国外交的报道 而且报道当中 没什么可谈的怎么办啊 只好先来谈这个疫苗 就是供这个全世界啊 很多国家的疫苗 包括给的治理 那疫苗你质量怎么样 是不是啊 你看网上的比比皆是讲到中国的疫苗呢 特别是科兴等疫苗啊 虽然多 但是质量远远不如辉瑞 莫德纳等啊 不在一个层次上啊 你看那个国内打那个疫苗的时候 还要强制打 不打不行啊 这个你在海外 海外在那个加拿大都是自愿的 而且打完之后的确是效果很好啊 这个感染率降低了 重病率也降低了 这个虽然有了德尔塔 但是冷静疫苗还是起作用了啊 你看那个中共的疫苗啊 凡是他自己讲是一百多个国家眷重啊 六十多国家出口的疫苗总量是八亿剂啊 你再多有什么用处置滥造是不是啊 这个造假行为 智障低裂 这个东西我认为就不可取啊 这个他用这个来讲自己是大国外交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 因为首先想谁搞出这个病毒就中共搞出了在批斯实验室搞出来不承认啊 当然这个搞出来的有可能是故意的也有可能是无意泄露的 目前正在研究没有几天了倒计是很快就出来事实了 证据了啊 这个我去讲他 第二个他讲从一带一路又开始讲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很长时间没有讲了啊 因为现在搞的是烂账啊 你所谓一带一路就是经济上的扩张啊 用时候呢你没有钱我贷款给你你买我的产品 然后你那桥梁动道路啊基础设施工程给我干 我从国内派廉价的劳动力 然后呢用这再来控制这个其他国家啊 最好是你还不上载的时候用这个基础设施抵押 这个港口了等等啊 这也是一种非常的狡猾的拓张手 拓展这个外交空间啊 就控制其他国家一种方式吧 现在其实已经失败了啊 到处都是烂尾他不讲啊 他却讲一带一路多么好 多么好举了个例子最可笑的是讲到什么呢 就是中欧班车啊 也就是呢 这个重庆啊 预新欧啊 这么一个叫 中欧班列 讲这个班列啊 是搞得多么多么好 但讲一讲就讲漏了 你看他怎么讲的 十年前 这个就是从这里 他指的就是重庆 中国铁路 成都局 集团公司 重庆基部段 电车 电力机车 司机 江通 驾驶着 第一趟 中欧班列 就出发了 他就要预新欧班列 也缓缓是出 大家想一想 十年前是谁 执政 是不是 你习近平 你干的不到两届吧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 是以前 奠定的基础啊 是吧 全放到习近平头上了 这里反复的强调 2013年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 你这些所谓的 他自己虚构的成绩 在这之前人家 已经都奠定了啊 或者是胡温啊 或者江泽民那个时代 或者孙政才啊 都干了一段时间了啊 就是 别吹 吹牛皮了 这里 撒谎 也是 掉了底枯了啊 不去讲的了 这是一篇 马屁文章 专门给 习近平上也要 如果是习近平 受益发表 那就再傻不过了啊 傻得可爱了 此外 你看第2题 第3题 都是什么呢 批评日本 日本现在有一些举动 的确是 出现了问题呀 主要是 参拜 参拜 禁国神社 有一些政要啊 今天刊登了以前的 也就是 群华日军的一些罪证啊 731部队 头目将美军提供的 笔录 公开 这都是以前的事 其实以前各个 资料管理 档案管理 都有啊 为什么现在拿出来 就是因为担心啊 日本倒向了美国啊 但是中共不承认 为什么激怒了日本 是认为日本非常警觉 和中共 习近平这种啊 多多逼人的 争世界老大的啊 其实在南海 建造这个岛礁 军事设施 建造这个 海军舰艇 这个 比美国还多啊 甚至 还要引用海警法 对这些小国家 进行骚扰啊 等等 把这个问题 用这些东西 把 日本 惊大了啊 日本的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我今天看到文学城 有一篇文章 讲到 这个 日本首相 结议委 他就出现了一个活动啊 也就在二战结束76周年 这会上 他冷然承诺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啊 过一会 会有专题来谈一谈 那么接着往下看 这个 非法组织 这是民阵解散 这是讲香港啊 香港这个 每年的六四一个活动的组织者啊 包括香港反重中运动最大的组织人 就是这个民阵的 民阵其实观点非常温和啊 主张和理非 以这个和平民主非暴力的方式 反抗中共的极权统治 其实应该肯定啊 比那个 就是说那些激进的啊 这些派别我认为还要还要好一些啊 相对来讲 有利社会的和平的民主转型 但是中共对此也不能容忍啊 所以说这些组织受到压力之后解散了啊 15号宣布解散 那么即使解散了 那么这个 警方冷然不放过啊 你看中共这个非常极端啊 中共所谓国安 国安委操控的啊 香港的这些警察 现在是不依不饶啊 要追溯以往啊 要把他成立以来的事 都要一起算账啊 讲他这个 2002年 自宣告成立以来 等等一些活动啊 就开始进行这个清理啊 其中还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说你就是解散了 警方讲 看见没有 香港警方怎么说呢 民阵解散 罪责 不免 将继续全力追究 你就可以看看 这搞这个 真实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哲学 全部蔓延到了香港 搞得非常的 血腥啊 可以看出这个香港目前的情况 非常的糟糕 再往下看 就是国内这个疫情 扬州也很厉害啊 也因为扬州抓了一个老太 我看老太审判的时候 这个算零号病人吧 还把老太这个 放到电视上 公开的去啊 就羞辱啊 这也是令人感到这个 担忧的啊 治理这个疫情呢 不能靠践踏人权的 方法 那样是违法的 但是中共不是啊 中共搞的就是 镇压老百姓这套东西啊 只要你在这个疫情方面 出现了问题啊 他采取这些极端的手法 就其实涉嫌什么的 非法拘禁了 就看到很多视频了 发现了有 有病 就把门钉上了 甚至有的不是有病啊 是因为经常出来留的啊 耐不住寂寞 有些人 因为人都是自由的嘛 有些人想出来走动走动 可能有些行动 就不符合当地政府的规定啊 绿合就把门 给人钉上 封上 不然出来啊 我们在网上看了好几段视频了 太可怕了啊 那么现在扬州这个疫情泛滥比较厉害 所以呢 孙春兰在扬州今天有一篇文章啊 讲他 从严 他说坚持从严 憧憬 科学精准 一股气打赢 聚集性 疫情 歼灭战 就把这些事情所有的事都当成战争来了啊 把老百姓当成敌人来 对待 本人认为不可取啊 那当然 防疫啊 严一点是好事 但是 总是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 我认为不是一个 大方向啊 将来这恐怕这个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 不断的出现新的变种 是不是真的 还是得 还是得 需要全体免疫啊 这个问题 可以研究啊 但不能 就是说 别人一起 一发表这个观点 马上就开始 扣上大帽子啊 你想现在这个病毒如此的厉害 不断的变种 你说怎么可能 靠隔离的办法啊 就能处理 那这个恐怕我认为 人类的确是恐怕要较长的世界 和共存也好 斗争也好 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 就是如同对待其他疾病一样啊 那么这是新华社关于这个 扬州的 再往下看 你看这个 整个的国际局势 这里讲到5000名 美军 这个 这个将 在这个阿富汗呢 帮助这些撤离 因为下阿富汗的形势 急准之下呀 塔利班卷土从来 马上要进军首奴了 这个美军现在已经撤离了 撤离了现在英国 原准备撤离 后来英国也表示 还要这个做最后的努力啊 说不定要排除一些 军队等等啊 可见 这个塔利班 还是厉害啊 那么阿富汗这个 由美军原先扶植的政权 政府恐怕 不一定保住这个政权了 那么现在这个形势啊正在 持续的恶化啊 塔利班今天新华社报道 攻克攻占全国34个 省会城市中的19个 但是 塔利班到了这个 中共的边境之后 也未必 对中共这些好事啊 这个事情也非常复杂 这个可以 过一会儿啊 有钻题 再给大家这个 详细的聊一聊 那往后 你看今天这个 这个整个的新华社 这个里面那些内容吧 大部分呢 都和目前的政治需要有 有关系啊 你像这个 陆军 承接 国际军事比赛 2021 三项赛事啊 这也是这个 中共是为了目前这种啊 这个面对战争的形势 做好准备了啊 其中讲到 中国的陆军 在新疆库尔勒 承办并参加了 苏 沃 洛 突击 步车 走 晴空 便携事 防导导弹 班组 安全环境 和声 侦 查班 三项比赛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埃及 乌斯 变斯坦 维诺列拉 越南等六国派员 派对来参赛 这个都是为了恐吓 这个美国 为这个即将开始的冷战 和热战 这个 做好这个 这个准备啊 同时还树立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典型啊 寻找部队当中的所谓的一些榜样啊 都是为了下一步的啊 中共保住自己的政权 不惜牺牲老百姓为代价呀 也就是要多搞一些铜枪铁壁和 这个炮灰呀 但是我认为 中共极权统治啊 因为他的军队的腐败啊 政治体制的落后 习近平的狂妄 一旦开战 肯定是迅速就 这个战败啊 那么今天呢还来期待节目 这是第1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